我的專案,我剛剛用開啟OpenAndroid Project的選項 應該畫面已經過去了,應該知道了,找到根木屋底下 再來開啟之後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這個下拉清單 我是比較建議你可以用這個Project File 它預示好像會跳到那個Android Android裡面的話,它會變成是一個結構 所以你有時候會有些東西找不到 不過也大概了解一下,基本上它就放Resource 如果你將來的畫面,記得它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Layout這個目錄底下,一定是放在這裡 Layout底下 如果你是程式部分的話,一定是放在Java底下 程式部分 所以你之前的Enjoy的話,應該是放這個 把它展開來 這邊有個MainActivity 所以將來,如果你是用這個模式的話 你的界面在這裡 你的程式在這裡 不要找錯了,因為我發現可能同學 光要找都找不到 奇怪,現在是開起來 變成 每一次都要New嗎?不用吧 每次都要再來一次,那永遠都是第一次 所以特別注意 那開的話,你就直接從這邊把這個 Activity面打開來 然後跟這個 我們的程式部分把它打開來 那就可以繼續再編輯了 所以如果你將來的話 要進到Android Studio的話,記得那個界面部分 可以從這個 要不然的話 你可以點擊這個 上面的清單 你的模式的話 可以不要是用Enjoy的 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它有一個這個什麼 project file 這個project file也可以 你也可以把它切 那它就會恢復到 比較像我們之前的那個 之前的模式 好,那裡面的話 一樣 也是到 RES裡面去找到 那個resource 展開來 一樣會有一個Layout 一定 也是這個 雖然畫面 長得不太一樣 反正呢 你只要掌握要訣 反正只要是畫面 一定是在放在Layout 這個資料夾裡面 畫面 OK 那如果你是程式的話 一定是放在Java底下 有一個 Megativity OK 所以這兩個找得到 後面就變簡單了 那等一下呢 你只需要開一個 Activity ActivityMan 這個啦 這裡面的話 它原來不是 多國語系 那我需要把它變成多國語系 該做什麼地方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請各位 找 把這個 ActivityMan 先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呢 我們原來的那個 比如說 那個 上面顯示的TestView 跟那個Button 上面的文字 是從什麼呢 是從那個 我們 打字上去的 比如說我這邊選這個 電話號碼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電話號碼 這個裡面有個Property 它的屬性呢 往下找 這邊會有一個叫做Test T開頭的 所以往下找Test 電話號碼 冒號 那因為呢 我在這個地方輸入是一個固定的 所以 也就是你不管切哪個語系 它永遠都是用這個 這幾個字 那如果說你要變換的話 特別說1 請你先到哪裡呢 特別說這個可能要找一下 1把這個 切到你的 res的下面 記得是res res 所以在 這個地方 res 我是用file project 找到什麼呢 找到value value加s values 這個 OK 找到values 這個 這個 的string 這個 不要找錯 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請你加兩個字串 它預設會有 已經有兩個了 那請你再加兩個 那這兩個的話 其實結構都一樣 string name 等於什麼呢 也許你給它一個名稱 就是phone number 然後 那怎麼加 其實 它這邊好像沒有像 Eclipse 可以用 用那個插入的 它這邊有個 open editor 或者你也可以從 editor裡面去加 這邊 open那個editor 然後呢 editor裡面的話 就是一個key 一個 key跟value 所以呢 你key的部分的話呢 我是用的名稱是什麼呢 我用的名稱是 我這邊有個phone 然後有個clear 對應的 雖然我把這個 直接呢 我乾脆直接用複製的好了 那其實或者你直接打上去 你不一定要用editor 你直接怎麼樣 直接從 editor你直接什麼 這邊有個新增 新增一個 新增一個 然後你可以把key 就是打phone value的話呢 打上電話號碼 OK 那對應到的話呢 第一個就電話號碼 第二個的話呢 再新增一個 第二個是那個clear 然後 default value的話呢 也比較清楚 那打完之後的話 大概就會長得像這樣的 我直接來做 就是他會自動幫我新增這兩個 實際上就是從剛剛editor裡面 有沒有加了 假設我已經加了 一個key一個value 一個key一個value 對 加上去之後的話 就完成了我的那個 語系增加 那個那個 叫字串 增加 那增加完之後呢 請你再切回到哪裡呢 切回到activate main裡面 特別注意喔 剛剛這個字是打上去的 請你用什麼呢 旁邊有一個 小小的按鈕 請你按下他 這個時候呢 請你用什麼 用選的 那他會在哪邊出現 可能因為你們還對這個有點不熟悉 請你看一下 上面都是預設的 只有在下面兩個 有沒有 phone 就你剛剛的 clear 有沒有 OK 那我們要選哪一個 選phone就可以了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你點他的時候有沒有 他會告訴你裡面是放什麼東西 然後你再按OK 好這個時候的話呢 按確定之後 那他 就不會是 電話嗎 而是什麼 會 at 有沒有一個小老鼠 在哪裡呢 在stream裡面的那個phone那個key裡面 他是用什麼 用連結的 有點像連過去嘛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再點擊什麼 確定這個按鈕 然後做什麼呢 原來是要清除 請你點下去 用clear 按確定 好 他也用連結了 好了之後請你把它save 好 我們的 Activement 變大功告成 但是呢 與細部分 目前只有一個嘛 對不對 那接下來的話 你要把它變多國與細 怎麼做呢 很簡單 把那個 value 就是 這個values 這個也把它關掉 這個關掉 這個關掉 請你把 這個values 按右鍵 或者Ctrl C 也可以 那特別之外 不要亂貼 那個Ctrl C 或者是 用右鍵複製 再來請你點擊上面的res 不能亂點 點錯了 跑到別的地方去 點這裡有沒有 貼上 但是呢 他會問你說 value 那你的value 不能一模一樣 那這個時候你要加什麼 加英文語系 英文語系怎麼加呢 很簡單 dash 這個要小心 因為我這邊好像是全形的 不要打錯 我把它用英文模式好了 ok dash 不要打錯字 en ok應該沒問題吧 然後按一個確定 按ok 對不對 ok之後的話呢 各位可以發現 英文語系 自動貼上之後 有沒有 自動就幫你把它打開來了 這個已經幫你打開來了 沒有沒有 更正一下 他沒 你在自己再把它貼上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國旗的樣式 被改變了 有沒有 然後呢 你接著怎麼樣 把這個string 點兩下 這邊中文對不對 很簡單 請你把它改英文的 那當然 你如果要偷懶的話 這邊都有了 因為我知道 可能你自己要翻譯要花很多時間 Ctrl C Ctrl V 英文的就ok了 對不對 然後呢把它關掉 記得喔 是改那個Srims 這個 關掉之後呢 那我如果要變成英文的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喔 請各位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 地球的形狀對不對 如果說你這邊已經有一個-en 下拉清單喔 注意一下 點擊它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一個en出來了 點en喔 下面會不會變成英文的呢 看一下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去幫你找找看 有沒有發現 底下的畫面喔 有沒有變成什麼 變成英文的 放大一下 這個 按鈕有點太小了 OK好這邊把它放大一點 有沒有 變英文的 那你想說 老師那接著我要做什麼 日文的 對不對 日文怎麼做 很簡單嘛 一樣Ctrl C 再來 上面Ctrl V貼上 那這邊改什麼 Dash什麼 對 JA 記得不要打錯喔 JA嘛 Japan的那個前面兩個字 按確定 然後呢 不過他開好像不是開Srim 他是開另外的檔 我們一樣去JA裡面 把這個打開來 這兩個 改成 日文的 日文的 不過 我知道 你們應該也需要這個東西 Ctrl C 不過實際上是你自己去 我是因為幫你們翻譯好了 把它貼過來 因為 這個很讓 很花時間的 那你如果以後自己要做 翻譯的話 請你先把那些需要翻譯的先做好 再把它貼過來就好了 好做好之後的話把它關掉 這個時候切這邊語系呢 也會有個JA出來了 有沒有 日文出來了 再來 等一下還有什麼 韓文 大陸 繁體 反正 那預設 Default的話就Value 也許Default 預設那個你可以把它改英文算了 以後的話 你如果不確定哪個語系 他就會一律用英文語系 當成Default的 Default的話就這一個 預設的這一個 你可以 也許你可以不要用 中文的啦 你可以用 英文的 其他的話你就把它分別做 做好之後呢 你怎麼確定說 他是不是多過語系 很簡單嘛 從這邊 去做切換就可以了 那最後當然如果你要再確定一下的話 你可以再傳送到模擬器 不過模擬器的語系 你要自己調整 那你就可以看到 在不同的語系底下 就會顯示 不同的訊息出來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以後 你的那個手機APP 我覺得啦 會更寬廣 因為如果你用繁體的話 大概 台灣的用戶 大概頂多是 五六百萬吧 頂多 這樣 但是如果你用全世界的話 是幾十億的人口的那個市場 即便你是用一個還不怎麼起眼的APP 反正他裝了之後他看得到 他就會覺得 至少是他要的東西 不然的話 如果在他們的國家裡面 顯示出 就像我們去使用那個 比如說你去下載日文的 日文的APP 下來是日文的 你可能會 第一個會想要的 先把它刪掉 因為你可能看不懂 然後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先試試看好了 我把重點再提示一下 一 開啟那個 記得是 開這個 ActivityMan 這個 去設定 這個跟這個的 Test的屬性 記得點它之後 往下去找那個 TEXT的屬性 Test的屬性 然後做什麼 用選取的 不過選取之前 請注意 這個 請在那個 Swing裡面 先建好什麼 兩個字串支援 連結過來 建好一個之後 再複製貼上 總共 就是美國的 日本的 韓國 其他我想自己就 把它完成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 那個多國語系 就會 其實我覺得 Enjoy的那個 多國語系 比其他的那個 像Visual Studio 簡單太多了 Visual Studio 新的版本 聽說也有類似的 做法 不過早期沒有 就很麻煩 你還要去 做很多事情 才能夠去 切換不同語系 但是在Enjoy裡面 它都已經把這個 考慮進來了 所以不同的國家 就會看到 不同的語系 我覺得這一點 倒是還蠻重要的 所以你的 App 將來要上架之前 你可能要考慮到這一點 你不是說 你只是給那個 繁體環境用就好了 繁體環境能有多少人呢 對不對 那當然 修改這個 並不會花太多時間 OK 而且 他也蠻建議 就是盡量那個 你只要是 原件上面的自串 盡量 不要寫固定的 這個是我想是 Enjoy開發的一個 重點 試試看好了 就好